今天我跟大家聊聊跟福这个片旁相关的同学们经常会遇到的三个字 他们的来历和怎么去记忆 这三个字是福就是福获的这个福 还有福旦的福和在水面上福水这个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说一个人伸出他的手 下面这个人呢他跪着的 这是古代打仗的时候 就是胜利的这边的士兵 跪着的这个是失败的 被抓获了的 俘虏的这个士兵 所以这个图是福字 这个福这个偏旁的来历 手呢就慢慢的演化成了这个形状 一根树线弯过来 两个伸出来的代表手 然后这个跪着的人呢 头部就画了这个小的这个 实心的圆 不规则的 实心的不规则的这个头 然后下面手 横着这个代表手 竖着这个代表身体 然后在发展到 上代甲骨纹的时候 头呢就变成了空的 他这中间就没有黑色了 然后下面的这个人呢 他把它竖起来了 一横一竖 上面的左边这个手 他也简化了 然后到了上周的时代 经纹 上面是甲骨纹 甲骨纹就是 在骨头 那种动物的很大块的骨头 还有就是龟 乌龟的壳上刻的 那么经纹呢是在 就是古代的青铜器 青铜器上刻的 所以它是出现在上周时代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手你看 我们从这个图来看 他的手就让他横着来了 就没有竖在左边呢 所以把手放在上面 上面抓着这个下面的这个人 头和身体 他分开了一下 这个就是刻在 青铜器上的 上周时代经纹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看 后来到了秦代统一文字 秦世皇统一文字 那会儿的文字就是小传 那么小传之前的 这些字就称为经文大传 我们看 从大传到小传 就没那么粗了 但是形状基本没变 除了就是下面这个手 它凑开了一下 没有连在一起 然后到东汉的时候 就流行立书了 在立书的时候 你看上面这个手 就跟我们现在很接近了 它就没有直接弯过来 这个爪子 它把它分开了 用这三个表来代表手指 然后下面这个人呢 它变成了一个子 然后到我们现在 就变成了这个福的 这种邪法 最初福是俘虏 就是抓住对方的 抓住了敌对方的 打败了敌对方以后 抓住了敌对方的人 称为福 但是在秦代小传的时候呢 后来他们就加了一个单人旁 最左边是个人 加了这个单人旁是什么呢 表示做这个动作符合 做这个俘虏的这个动作 俘虏的动作 表示俘虏的动作 是一个人做的 所以它就把这个原来的这个福 就变成了一个偏旁 我们现在 所以左边就是一个单人旁 一个人伸出手 抓着这个战败了的人 好 经常跟这个福搭配的 我们常见的有这个福 福蛋的福 福字我们讲的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福的左边 这个卵子是怎么来的 我们知道好像在鱼啊 有些还有小的那种 那种芹啊 这种动物里面 它们的蛋 昆虫啊这些 它们的蛋 是很小很小的 很小点的 然后很多 一团 外面有一个那种薄膜 把它包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看成鱼蛋 两个鱼蛋 这样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把这个左边这个福 右边这个福取下来 然后里面的蛋 画一个 画一个圆 石心圆 一个圆点 还有一个黑点在这边 看 在战国 战国是什么 我们知道 秦始皇统一之前 那些几个 小国家打来打去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 战乱了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 我们很多同学知道孔子 就是那么早的人 你看那个时候的文字 就跟这个图形 很接近 左边一个浮线 右边一个浮线 画了那个 左边这个蛋的一点 右边这个蛋的一点 然后到了秦代呢 他就把他 这个浮线竖起来 然后那个 黑 黑团 他就把他 用这个 半浮线 中间加个表 来表示 就可以看到 不止一个 一个蛋了 那么到了 那么到了汉代 伸出去的 他就磨掉了 可能他们觉得 这样更好看 就把伸出去的 这个头弄掉了 然后再到我们 现代又打开了 上面又打开 让它翘起来 所以这个 卵是这样 变化而来的 那么 我们的卵 和这个符 放在一起 就是符 符蛋的符 那么你就可以想 左边是这个卵 然后右边 抓着这个人 可能同学会说 哎呀老师 这个符蛋 这个人 加在一起 也不好联想 所以我们换个想法 为了记忆 你的联想 不一定 是符合逻辑的 只要就是 能够帮助你 记忆就好 所以我们就 把这个人换一下 我们不是说 卵吗 卵不是蛋吗 我们画个蛋 在这里 然后想着 这个蛋 孵出小鸡 是不是里面 一个小鸡要出来啊 它出不来 你伸手 去把它拉出来 所以左边 是个蛋 右边是你伸手 把这个鸡 小鸡不是鸡子 仔吗 所以是子 小鸡 拉出来 这样你可以帮忙你 记忆 符这个字 好 我们看一下 符的笔顺 刚才前面 那个战符的符 我没说笔顺 因为那个很简单 单人旁 大家知道顺序 那么符比较 符蛋这个符 比较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笔顺笔画 右边都是一样的 好 第三个字 符 符在水面上 我们看三点水 在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这个偏旁符的符的来历 然后我们也学了战符的符 也学了那个符蛋的符 所以我们这里 你就不一定就是非要从头开始里想了 你就把这个符 右边的这个符 当成一个偏旁 就是表示声音的 就是表示声音的 然后左边 三点水 不守 表示意思 我们头前有一个单人旁 那么就是一个人去抓的 左边是一个卵子 那就是从蛋里面出来 现在是三点水了 就是浮在水面上 你这样来就比较容易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